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如此 依旧还是有很多老演员 同样具有小鲜肉的人气 同样还有让粉丝尖叫的实力 彭于燕在娱乐圈之中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励志的人物 因为一直都在坚持锻炼的原因 彭于燕全身上下的肌肉是恰到好处 而当电影《邪不压》正播出的时候 大多数的观众都被彭于燕所震惊到电影中 有一幕将彭于燕的美好腹肌展露无遗 而彭于燕肉体确实是十分美好的 就连导演江文都对彭于燕的身材再不绝口 还称赞彭于燕的身体堪比古希腊的雕塑 最令人佩服的是彭于燕如今已经三十六岁了 三十六岁的年纪已经是接近中年了 纵观我们身边三十多岁的男人 千少能看到有想彭于燕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不够自律 所以肥胖油腻很容易就已经找上他们 而彭于燕不比那些人 因为对自己严格对自己比较自律 所以彭于燕在这么多年以来都能够保持如此健美的身材 难道彭于燕是天生就能够拥有如此低体质的身材吗 其实事实并不这样 如果看到彭于燕童年的照片 你很难会将童年时候的彭于燕和如今的彭于燕联系在一起 小时候的彭于燕 简直就是一个小胖军 处于小学时期的 他就已经是像个肉球了 但还是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 直到后来高三的时期 彭于燕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再继续再胖了 于是他就开始了自己的锻炼生活 因为每天都坚持锻炼后来 也喜欢上了篮球 也正是因为锻炼的原因 彭于燕的身材开始了转变 从刚开始不断地横向生长到后来 改变为纵向生长瘦下来之后的彭于燕 整个人都变得不太一样精神面貌 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彭于燕在演绎的道路上也是经历过挫折的 刚开始和他一起拍摄电视剧的人 在后来马上就穿红 而只有彭于燕的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尴尬的状态 直到后来